越经历,我们越会发现这是一个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事件 少数的党派领导多数的民众 少数的精英领导多数的凡人 少数的强者领导多数的弱者 从古至今都是如此,从未改变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所有人都努力着,挣扎着,拼命着往上爬 只为成为那少数的强者,只为登上那片高地 殊不知,数道之难,难于上晴天 强者之路是孤独的,也是寂寞的 要想成为强者,必须要有强大的信念作为支撑 否则很容易摔倒在变强和攀登的路途中 那这个信念是什么呢? 文化典籍《增广纤维》里面有几句经典俗语 说的就特别到位 说到了这世上强者和弱者的一些共性 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1年4月12日 看大西洋日落,聊我们的故事 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 增广纤文里讲 要知江湖深,一个不作声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啊,你想要知道江湖深浅人心善恶 就要学会莫不作声 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 暗中观察 而不是做一个过躁的喧闹者 说个不停 仔细一想,还真是这样? 现实中的强者多是安静寡言的 而弱者多是喧闹话多的 强者为什么安静寡言呢? 因为他喜欢在安静中思考和观察 他在安静中认识了自己 认清了别人,也认准了规律 他明白,懂他的人无需多言 不懂他的人多说无意 与其与不懂自己的人诉说 还不如保持沉默 用这段时间去学习和充电 去遇见有趣的人和事 佛家讲 灵台清静 静能生慧 慧能生智 这大概就是最好的解释 那弱者为什么喧闹话多呢? 因为他的心是漂浮不定的 是虚弱无力的 是空洞乏味的 他害怕与自己相处 也不会与自己相处 只要一静下来 他就感觉百无聊赖 感觉空虚寂寞冷 所以他就不停地去闲逛 去闲聊去闲看 以此来排解孤寂和打发时间 强者安静 是因为他要在安静中生发智慧 弱者喧闹 是因为他要在喧闹中消遣时间 强者低调 弱者张扬 曾广线文里说 满壶全部响 半壶响叮当 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瓶不满 半瓶逛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真正度里有祸的人 一般都是谦虚低调的 而那些度里没祸的人 常常都是神气张扬的 那是不是这样呢? 真正的强者都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 他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 也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他不会自视才华 骄傲自满 而是谦虚低调 谨言慎行 而那些本身不够强 却物自认为自己强大的人 他会因为取得一点小成绩去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很厉害 到处张扬和招摇 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种人看着很强 其实很虚弱 这个世界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 强者都在示弱 弱者都在逞强 因为强者的内心坚定有力量 他不需要外在的浮还与荣耀 也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和看法 他就这样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 淡定而从容 而弱者的内心是虚弱漂浮的 他急于向世人证明自己 寻找存在感和优越感 于是车虎皮拉大旗 活在别人的眼光和口水中 外强而中感 老话讲 满招损千收益 强者低调是在保护自己 弱者张扬是在为自己树敌 强者单枪匹马 弱者成群结队 增广新闻里讲 久力之势莫为 众争之地莫亡 什么意思呢 一直都容易获利的事情 你不要去做 大家都要争的地位 咱也不要去争 换句话说就是 真正的强者不会人云亦云 与世沉浮 只有弱者才会随身附和 随波逐流 自古以来 强者都是孤独的 弱者都是成群的 因为强者始终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他不会为了一点利益和诱惑 就轻易改变自己的初心 即使千难万险 他也要完成使命 即使他只有一个人 他也会活得像一支队伍 单枪匹马地杀出一条血路来 而弱者只是跟在人群之中 享受当下的一份安逸 看见哪里有热闹 就去凑一下 看见什么容易做 就做些什么 看见哪里有钱赚 就跟着耗一把 他没有坚定的思想和目标 最后越活越被动 消失于人海 泯然于众生 李孝来说 人生有三大坑 一莫名其妙的凑热闹 二火急火燎的隋大流 三操碎了别人的心 这或许就是拉开强者与弱者距离的三个大坑 强者始终在坚守初心 弱者始终在变换赛道 我们也会发现 强者往往是不合群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他不想在人群之中浪费时间 消耗生命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 在《乌合之众》中说 当一个人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时 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特征 而当这个人融入了群体后 他的所有的个性都会被这个群体所淹没 他会变得情绪化 那咱们来想一想 是不是强者不随大流享受孤独的原因 强者耐出寂寞 弱者急于秋成 曾广闲文里讲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 天下之 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说 强者之路是孤独的 要耐得住寂寞和孤独 才能迎来锦绣繁华 而如果你急于秋成急功近利 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认劲 这儿是很难成就大事的 古往今来 但凡能成就大事的 有几个是一帆风顺 又有几个是畅行无阻的 只能说少之又少 凤毛麟角 反而是每个成就大事的人 前期都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与煎熬 考验与历练 直至把自己练就成 铜皮铁骨刀枪不入 方才抓住机会 一跃而出 扶摇直上九万里 晚清名称曾国藩 我们现在都知道他很厉害 他组建了乡军 所向披靡 他撑起了大清的半地江山 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他早年考试 考了七次才考中一个秀才 这期间 他不知受了多少打击和嘲讽 换作他人早就放弃了 可是他挺了过来 之后考举人重进 是创乡军打太平 最终称为朝中重磅 曾国藩的经历 用现代的话说 就是典型的竹子定律 竹子 前面生长四年时间 就只长了三厘米 但是从第五年开始 他开始每天 30厘米的速度快速生长 仅用六周时间 就迅速长到15米 其实在前四年里 竹子的根已经在土壤里 延伸了数百米 为后面的快速生长 打好了基础 追谷塑金 那些鼎鼎大名的强者大咖 又何尝不是如此 前期不知沉默和奸恶了多少年 最终才迎来后面的出头之日 中国有句俗话叫 李渔月龙门 我们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 升官发财之意 可是你何曾知道 李渔在跨月龙门之前 又要经历多少艰难与险阻呢 他要从千万条李渔中脱颖而出 然后逆流而上经过春夏秋冬的交替 抵住河水泥沙狂风暴雨的冲击 才能到达龙门之前 而到这里许多已经精疲力尽 纵声一跳没跳过去 又消失在洪水之中 只有少数拼着最后一口气 终于跳过了那道门 化身成龙 所以这个世界从来没有 无缘无辜的幸运 也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有的只是无尽的汗水和拼命的努力 有句话说得非常好 最伟大的成就来自于最长的时间和最久的耐心 其实每个人能成就大事的人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先要折服三年五年十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在这期间 我们要度过一段潜水挺似的生活 暂时隐行 耐住寂寞 积蓄能量 然后才能成功的浮出水面 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 每个人都有一个强者梦 然而这条路注定不简单 不顺利 不平凡 你要耐得住孤独 才能迎来光亮 你要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住繁华 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一个节目 再会